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特别节目 今天要来回答湘明的提问 那我相信我们这个节目 之前都有让大家问问题对不对 但是这一次 我们是收集了更多湘明的朋友的问题 来帮大家做一个解答 那我们今天有什么问题呢 好我们先来到一个新闻 他们说台积电爆了10万跳车潮码 然后股东人数不是跌破了110万大关吗 然后就有湘明说了 北七多是解套散户一到就卖了 你当散户能赚钱笑死了啦 然后还有一个湘明就说 你以为会一路涨到700吗 短线喷一定会回踩要买 那也是散户下车 这不是很好吗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 跟大家讲这叫什么 其实就是散户定律 我跟大家讲得非常的清楚 为什么叫散户定律 当股价还在涨的时候 还在多头趋势 但是你却急着要卖 这是大家的通常一般的心态 急着要获利了结 但是你股价在下跌的时候 反而会怎么样 反而让自己多看一下 对不对 不敢卖啦 主要是不敢卖 心疼嘛 心疼我 没有办法做一个停损 对不对 所以赶快想要被套牢的时候 想要多看一下 然后涨上去的时候想要赶快卖想要获利了结 怕赚不到那么多钱 这个是什么 这是人性 对不对 你只要把跳脱这个模式 你把这两个交易模式换一下 今天涨了之后我们再多看一下 他也许还会再涨 是不是常会遇到这样的状况 他搞不好是个三倍涨 可以涨三倍的股票对不对 你可能想说我再多看一下 那你就 如果你想说赶快卖的话就错过了 后面就错过了 但是你在下跌的时候 你反而要赶快的卖掉 错的东西你已经买错了 是不是应该赶快 错要认错嘛 错要认错 所以就换到别的股票去 所以要把这两个交易模式 赶快的把它换一下 你才有办法扭转 以后变成什么 多赚少赔 多赚少赔 这个大家记起来 所以跟大家讲 你就才能够开始在这个市场上持续在获利 不要把自己当成是一个像我们百分之百多做对 没有这种事情老师也办不到 100%的胜率 没有这种的 巴菲特也是常常在赔钱的好不好 所以把这个模式换一下 好 那再下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老师你怎么觉得 第二个问题其实跟大家讲 你觉得会不会入掌要700块 我跟大家说 其实你会觉得你自己的想法是对的 但是每个时期是不一样的 在2022年的时候台积电在吵什么话题 在吵比特币加密货币 当时有没有AI题材 没有 当时有没有AI题材 当时后来为什么这个东西开始下跌 比特币突然其实大家觉得它不行了 然后加上国际局势 开始有些战争出来 然后呢通货膨胀 就造成更多的这个经济出现更多的问题 所以造成这个经济开始出现疲软 开始衰退 才造成什么 后来一点串的下跌 对不对 那当时台积电也跟着下跌 因为经济不停气了 但是现在美国股市 美国整个经济环境开始软着陆 下跌情况并没有这么多 然后又重新返回多头市 那台积电也跟着开始 因为景气开始复苏嘛 未来需要的这些包括现在还有什么AI对不对 更多的产品的需求 所以造成什么 股价开始重新上涨 所以这一次不会涨到700块吗 真的很怀疑 我跟大家讲 这一次也许会再创一个历史新高 所以大家可以多看一下 所以这个能不能赚到钱 其实你不会想说他到700块 然后他就一定会跌回来 他到600多块 他因为跌回来 跌到400块我再来买就好 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 不要想这么多 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 那个每个磁锡的状况是不一样的 好的 下一个问题 那我们还有第二个新闻 他说长龙阳明浪子弹飞火 那是什么问题呢 湘明就询问说 红海危机一发不可收拾 运输问题只会越来越严重 长龙阳明赚的可能还会比上次多吗 这样子告诉大家 其实有可能 红海危机会持续很多年 不会那么快结束 但是今年会不会比去年 比去年赚更多 比之前前年赚更多 我告诉大家 现在是因为什么 因为通货膨胀造成经济环境 开始出现怎么样的 比较差 现在开始恢复了没有 经济开始紧急 开始复苏了没有 才刚刚开始复苏 还没有全部开始复苏 所以目前对这个 整个商品市场的需求 有没有出现什么大爆发 还没有对不对 才刚刚开始慢慢的回来 经济要回到成长 还需要时间 但是2024年呢 是正要开始复苏 不是已经开始复苏了 所以未来还有机会 未来会慢慢的往上做一个上涨 但是我就要跟大家对比一下 之前这个 这个长荣扬民 股价涨得很凶 对不对 但是问题是这一次 会不会像上次一样 可能就比较不会大爆发 但是你就要稍微等一下 可能还会需要时间做整理 但是我告诉大家 一定会比去年来的更好 因为去年整个经济环境 景气都不好 好的 那我们下一题 好 这个是在讲面板 电视面板春宴到二月 渴望大反攻 那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上个月啊 研调机构 好这个太长了 我就不念了 主要就是想问说 群创 群创的问题 这股价已经来到那个套牢区了 那是不是有机会啊 群创会不会大爆发 很难讲 很难讲 但是我告诉大家重点是什么 之前节目其实有告诉大家 面板业非常久没有涨了 几年 两年 两年 超过两年 超过两年 非常久没有涨了 各位朋友你要找像这样子的股票 很久没涨了 而且它是经过大跌之后 跌下来 在下面足底 足了两年 足了两年这么久 才有机会怎么样 未来有机会大爆发 如果说你去找 已经500块股票 从100块涨500块股票 然后你在想说它大爆发 那它涨了2000 就困难对不对 所以你要去找 很久没有涨了股票 其实我节目常常都在讲 那在底部要足了一个 完整的底部之后 而且是怎么样 套牢很久的人 经过两年足底 通常有时候会怎么样 会停损出场 所以上面的压力 过往 比如说看到上面很高的地方跌下 在下面盘整盘了很久 很多人会需要用钱 然后需要怎么样 它会停损出场 所以那个地方的压力 会慢慢的消化掉 会慢慢的消化掉 所以它的压力就不会像是当初这么强烈的压力 那我跟大家讲2024年开始景气 开始复苏之后呢 长线来看它还是有机会能够重新的往上做一个上涨 像包括什么呢 我们之后会讲 好那我们就只能再观察 是不是 只能看老师的light 对我会来提示大家 好的 那在之后再等老师啰 好那第二个问题 他说面板只会越来越烂吗 这有什么好问的 老师你告诉他 面板不会越来越烂嘛 对不对 我跟大家长线 就是非常有机会 非常有机会 好那那个面板业 2024年的应用多不多 很多 非常的多 AI 未来AI 很多AI的系统可能是都会 面对面的AI系统都会用到面板 对不对 再来车用面板呢 电动车现在已经是变成什么 车子已经变成是电子产品 不像以前就是他就是车子 现在车子基本上已经叫做电子产品 他需要什么 一到两片面板 是目前的电动车 但是未来啊 我之前看到车窗 车窗都可以触控 车窗上面都会有面板 为什么车窗都触控啊 他可能就跟你显示一下 我要开窗子什么 就是那种 开冷气也是触控 我要看到有一个就是 他会显示后面的车子的影像 我这样看一下后面车子的影像更清楚 都会用到面板 都会用到面板 甚至他搞不好可以放大 反正以前看那个后照镜不清楚对不对 未来可能他直接面板上做的更清楚 所以未来会越用越多 那个相关的这个产品应用会越来越多 面板产业啊 说之前虽然说不太好 但是未来的应用开始已经越来越多 科技啊就是怎么样 会随着人的需求做一个成长 所以我认为长期都是可以做一个期待的 好的 那我们今天下面的问题就到这里 老师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那我跟大家讲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频道 大家很多我相信都还没订阅 管快来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我们会在这个地方一直服务大家 那我们就年后啊 希望大家都能够赚大钱 我们就到时候再见咯 新年快乐 拜拜 拜拜 哈啰大家好 我现在就在善导寺 我们就来看看善导寺附近的路人 都在听什么歌吧 诶同学同学 你下耳机听什么歌啊 我在听这个 哦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我也很喜欢这个耶 真的 那有sense了吧 拜拜拜拜 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 哦 按赞订阅留言 跟我一起轻松理财 拜拜